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大老板投资纪录本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间公司呢 是Mastill,它主要是做钢铁行业的 然后它近期的一些表现啦 可以说近几年的一些表现呢 似乎已经要成为了malaysia新的钢铁一哥啦 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间公司的一个营业额情况啦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呢 Mastill在过去的五个完整财政年当中呢 每个财政年都以两个亿的营业额进行一个增长 所以从12亿变到14亿,16亿,18亿,然后20亿 然后到最新的这个Financial year 2024的Quarter 1呢 也是非常够利 它交出了6亿6300万的单季营业额 So,这方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到Mastill的营业额呢 有机会反超我们的传统钢铁大哥Andro啦 更何况呢,你会发现到 本身来讲Mastill的利路呢 是没有跟他的同行一样啦 在这几个季度呢,出现到亏损的情况的 所以就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想来跟大家细聊一下这间公司 OK,So,我们就了解一下Mastill的业务啦 Mastill是Malaysia领先的钢铁制造商之一 专门生产用于建筑和基础设施工程的高强度钢筋 低碳钢筋和优质钢胚 So,简单讲啦 Mastill所生产的钢铁类型呢 更多是需要有建筑或者是产业的需求呢 它才会有更高的需求量在那边 而不像CSC Steel所生产的钢铁类型那样 OK,So,Mastill的工厂是位于 Malaysia雪兰俄州巴胜市Bertalindjaya 和Buget Raja的战略位置啦 So,这个位置呢,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要知道,其实Malaysia的大多数基建啊 或者是房地产啦 都是集中在雪龙地区 So,Mastill呢,会有一个成本优势在那边 因为它的工厂非常接近 甚至哪怕它要做到出口呢 也非常靠近港口啦 OK,So,Mastill除了是卖给本地之外呢 它的产品在近几年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出口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细聊这一方面的东西 OK,So,为什么会聊到Mastill呢 从以往到现在 可能我们讲钢铁股 大多数人第一印象就是安旧嘛,对不对 So,为什么我会跟大家来聊Mastill 主要分成三个点啦 你会发现到的是呢 Mastill一向来盈利波动是比较小的 OK,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过去的时间里呢 是很少会去研究Mastill 因为我觉得它的爆发力都不是很强 所以你的股票转幅上回到太多 但是呢,你看安旧赚钱呢 Mastill就会赚钱,不过赚的比较少 不过你会发现到的是 近期Mastill的营业额跟盈利啦 都是来到比较好的位置了的 至少是没有出现到亏钱的情况 OK,然后再来第二点是营业额开始返潮 OK,没有错 Financial 2023啦 安旧是25亿 Mastill只有21 还是少过安旧 不过单季营业呢 是在我可以看见的很多个过往的季度当中呢 首次高过安旧啦 所以这方面就让我觉得 以过往的一个增长速度 再加上最新的一个单季营业额超越安旧 它会不会有机会在里面 OK,似乎它有一些不一样的举措在里面啦 不然是为什么它能返潮呢,对不对 所以第三点呢 还有就是近期的盈利跟亏损不一致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OK,为什么会发生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在过去的一个17年到2024年啦 Mastill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来一一来找出那个答案 简单 所以我们从它的债务与囤货的问题上呢 你就可以发现到一些端倪了的 So,安旧本身手头上有14亿4400万的债务 现金只有82个million 然后它的inventories高达到916800万 而Mastill本身呢就比较小一点点 它的债务只有4亿8200万 现金也只有57个million 它的货物呢也有719600万罢了 种种因素下都是少于安旧的 OK,so这个东西就有一个优势在那边了的 因为在物规模小 导致到Mastill的利息偿还是比较少的 这也是为什么呢 当钢铁的价格不好啦 安旧每次会亏很多钱 而Mastill会比较平缓一点 我个人认为很大的原因都是来源于finance cost Mastill本身上控制到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它的盈利波动性不强 OK,so囤货少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Mastill不愿意借更多钱去囤更多货嘛 所以它很难把握上升一个周期 所以每一次来到钢铁的上行期的时候呢 安旧会因为啦 它有很多的存货 或者是它很高的一个产能呢 导致到它会赚很多的钱 而Mastill这方面都会比较弱一点点 所以它的盈利额跟盈利数据呢 都是会比安旧来讲呢 比较小一点点的 所以我们单单从债务、现金跟货物上呢 就可以找到这个原因了的 OK,so再来一点就是 是营业额的迷思 我们刚才有提到嘛 为什么Mastill的营业额 可以在过去的五个财政年呢 每个财政年都增加两个亿 OK,so你会发现到啦 其实本地的钢铁销售 并没有增加到很多 这个跟安旧的业绩啦 是符合一致的 但是为什么Mastill 会跟一般其他本地的 同类型钢铁公司 走出不一样的营业额呢 是因为它做了很多的出口 OK,so你会从右边这个图 就会发现到啦 在财政年2023呢 它的出口额对比Financial 2022呢 几乎讲翻了一个三倍 OK,从过往一个数据来讲 是一个历史的巅峰位置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啦 Mastill的营业额 在过去的五个财政年 能够迅速的增长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出口 而反观安旧的出口营业额啦 在Financial 2023呢 其实是少过一个million的 所以它只会完全依赖于本地市场 但本地市场没有很好的 钢铁销化量的时候呢 其实安旧就会过到比较平凡 而Mastill似乎在过去几年啦 找到一个新的机会了的 那就是做出口 也正因为如此啦 我们可以发现到 Financial 2024的Quarter 1呢 Mastill的营业额是首次反潮安旧的 虽然讲从季报当中 你是无法找到更细的资料 也没有投放器做更多的解释啦 不过也介于过往的数据 我个人认为啦 它很大原因是因为出口方面呢 让它的营业额能够来到如此高的位置 所以当然更多的细节呢 我们还要等到明年的5月 我们看Financial 2024的年报 我们才会知道的 因此呢 大老板在这边只是做一个小小的猜测 为什么Mastill的营业能够来到6月6千万的位置 OK 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出口能增加呢 很多人就会觉得 Mastill能做出口 安旧应该也能做啊 OK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所找到的资料啦 SoMastill将继续最大限度的利用其新的炼钢设施 并继续探索其钢铁产品出口到需求 仍然坚定的区域市场的任何机会 OK So为了实现Mastill成为区域钢铁企业的愿景呢 公司也有在申请一些钢筋的认证啦 这个认证就好像是给他一个certificate啦 证明他的钢铁是比较环保的 比较低碳的 所以他可以出口到一些发达国家 OK So发达国家呢 其实我们站在我们发展中公司的角度 是很难去思考的 但是他们发达国家 很多优先级或者是世界领先级的企业呢 他连建自己的office或者是warehouse啦 他都会用比较环保的钢铁 所以这方面会成为Mastill一个很大的优势 所以你会发现到你查回过去的资料呢 其实Mastill在过去的两三年内呢 是做了很多的prior placement跟right issue 很多的钱都是花在这个地方了的啦 因为他花了很多钱去提升他的产品线 而不是讲去纯粹的提升产能 收购新企业 而是去优化他们 OK 所以简单讲呢 我可以解释的就是 公司专注于做出口生意 导致到他过去五年的营业额呢 是持续增长的 再来呢 他花很多钱的一个facilities啦 都在想办法做节能减碳跟环保的主题 所以如果在未来整个市场当中呢 是要求碳中和等等环保指标的话呢 我认为Mastill会有机会把握到先机啦 所以从右边这个图你会发现到 OK Mastill也成为Malaysia首家超低碳排放量的综合钢铁厂 所以算是在铜簧里面啦 它是走到最快的 所以花这笔钱呢 其实我们在前几年可能你看不到东西 不过直到你看到了Financial 2023的那个出口盈利额啦 我认为管理层在这方面的投入呢 或许会有一些回报在里面 OK 当然更多长期性的回报呢 我们还要持续的去追踪 只是我个人认为最大原因 为什么Mastill能够出口的额度呢 比起他的同行来得多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做了这方面的努力 这我们看一下钢铁企业出口的数据啦 所以讲到这样 大家可能觉得Mastill是出口到最多的嘛 对不对 其实呢并不是啦在过往的数据当中呢 本地钢铁出口最强的上市公司呢 其实是Soulton Steel 所以我们看一下啦 它在2023年的数据呢是310900万 OK反观Mastill只有2亿4300万 所以大概少了它6000万左右 不过我们看回去过往的平均数据 你会发现到的是呢 Soulton Steel是维持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Soulton Steel的工厂呢 是在巴西古当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它有一些优势能够更加靠近可能新加坡市场啊 或者是其他区域市场 所以它的出口额度在过往的几个财政年都是比较高的 可是你会发现到呢 它的增长性是比较缺乏的 反观Mastill的增长力度是比较强的 所以按照这个市场啦 其实我蛮期待 Financial year 2024呢 或许会看到Mastill的出口额度呢 会超过Soulton Steel 成为马来西亚最高出口的一个钢铁公司啦 所以更多细节呢 我们还会持续的去追踪 OK所以讲到这边呢 我们就大致来聊一下Mastill的机会啦 首先我个人认为的就是呢 其实老板走的是比较稳定的路线啦 你看它的整体的企业 它的借贷结构呢 跟一般同伙来讲呢 是比较不一样的 再加上近期的盈利情况是不错的 OK我们要知道 现在是钢铁的下行周期 或者是钢价很差的一个周期 所以它在这个周期都能比较 达到收支平衡的情况下呢 或许啦 在未来钢铁价格一好的话 有机会赚到比过往都比较多的钱 OK当然这也是我记得一个猜测 OK再来过去几年的资金投入 能否进入收成期啦 所以在两年前吧 它那时做一个right issue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它可能要上来 要全一笔钱了的 OK but随着这几年慢慢看下来呢 我发现到Mustu可能真的有在做一些 其他钢铁公司没有做到的事情 OK so不然我们很难解释啦 为什么它的盈利是增长到如此的稳定 以及它的盈利情况呢 为什么能够出现到收支平衡 OK当大家都会亏钱的时候 为什么它能够出现到收支平衡 所以这方面呢 我们可以持续的去追踪 如果它这笔投入啦 大概一亿多啦 真的能够让Mustu呢 成为一个更强大的钢铁公司 这样你现在去布局肯定就会有机会 OK再来第三点就是比较现实面的啦 就是Mustu我们可以发现到 它的营业额都已经高过Anjou OK单季啦 最新季度的营业额 再来它的亏损情况呢 其实也没有像Anjou那么大的糟糕 可是市值呢 大家几乎差了三倍啦 一个6亿 一个2亿 所以这方面我认为大家在看钢铁的朋友啦 特别是比较深入投资钢铁的朋友呢 你除了看Anjou之外 或许你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2亿2400万市值的Mustu 综合一起来看 或许能够找到更好的企业来投资 OK当然讲到这么好呢 所有的企业一定有风险 我们从一开始做这个频道到现在 都是强调这一方面的东西的嘛 线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我要讲它最大的略势就是呢 在传统上它的帐幅跟盈利能力 都是落于Anjou的 所以也就讲 如果你是看好钢铁周期的一个朋友呢 你选择了Mustu而没有选择Anjou啦 你就像是呢 不尊重那个历史数据咯 所以这方面大家要自己去衡量 OK所以大家可以回看啦 17年18年跟21年的那个钢铁周期啦 其实Anjou总是走得比Mustu多 赚的钱也比Mustu多 OK为什么我这样一起分享呢 更多是因为我觉得Mustu这次 做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当然有机会啦 可能过几期我们再分享一下Anjou OK So 再来它的风险就是它的股权扩充了很多啦 又Bara Placement又Right Issue嘛 所以如果为了的盈利的巅峰呢 只是维持在过往的水平呢 我认为都是一个不好的讯号 代表你跟股东筹了这么多钱 大老板花这么多钱塞进公司里面 OK 做Bara Placement嘛 如果盈利并没有增长 其实对于股东是蛮亏一下的 所以大家必须要斟酌啦 有增长是正常 超额增长才是好事 只要持平呢 我个人认为都是不好的 OK 第三就是钢铁趋势没有来啦 我们从上面讲到这边 讲到那么爽嘛 其实钢铁趋势没有来 你再多去分析钢铁股 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更多是建议在 已经想要去投资钢铁股票的朋友 或者是看好钢铁周期的朋友呢 你可以以这个视角去看多一间企业 OK So更多这间公司要骑 钢铁周期没有来 其实它都不怎么会动的 所以在投资钢铁股的朋友呢 你要非常注意的就是钢铁的价格 以及本地政府啦 或许有没有更多的大项目推出啊 或者是增加更多的关税 等等的政策因素 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业绩 OK 最后讲一下我的看法啦 对比2017年跟2021年啦 个人认为Mustio开始走向了 不一样的道路啦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其实每一间钢铁公司呢 都有自己的路在走 只是Mustio走的路比较特别 它走的是比较环保 节能 减碳 这种我以前不怎么看的道路 但是这条路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路 OK 至少从过往的两到三年的数据当中 可以发现到 Mustio的确走的跟其他钢铁股比较不一样 所以个人认为啦 以借以此呢 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钢铁股啦 我不确定它能否超越安旧 成为一个赚幅最多 营业最高的钢铁公司 而我更多好奇的就是啦 如果更多的可能数据中心或是基建啦 它都要求到要用比较低碳的钢铁的时候呢 Mustio会不会有一个溢价在里面 OK 所以这方面是我们作为投资者 特别是价值投资者呢 需要去长期追踪的新闻来的 所以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是钢铁的外行朋友呢 你的首选肯定还是要研究安旧 你必须看懂安旧 你才有机会看懂其他的钢铁公司 所以如果你反而是已经细细的了解过很多钢铁公司呢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你迅速了解到Mustio啦 以方便你自己作为一个基底去研究更多的数据 OK 所以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边 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也可以花一杯咖啡钱 加到大阪的会员频道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